給寶貝多一點幸福 各位的新聞線 帶你掌握3C生活不斷電 我是凡英華 光是用手這樣子回來回去 未來竟然可以控制東西喔 這個idea 其實在最近電視上面 已經慢慢來看到 不過現在就有人開車 相關的技術也應用進去了 今天我們要帶你了解 這個最新的話題 不過馬上來介紹來賓 首先第一位 是3C科技達人鹹魚爸 鹹魚爸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鹹魚爸 好 另外一位是攝影達人賀珍珍 賀珍珍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我先來問一下賀珍珍好了 我們平常在開車 如果小朋友或是這個後面 副駕駛座的一些 就是其他人 在旁邊跟你揮來揮去 揮來揮你會不會覺得很煩 如果以後光靠這樣揮揮揮 就可以控制你的車耶 有點擔心嗎 任何人都會擔心 因為現在Google這個技術 它是說我可以透過手勢的動作 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車內控制 比如說它是想說 可以控制開天窗 那冷氣的大小 或者是音量的大小 或是其他設定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倒不用太擔心啦 它只是說做一個說 反正設置上很多按鈕嘛 對 但是有些人 開車不是都是年輕人 可能老人家也比較多 它想說你簡單揮一揮 就可以打開窗子 打開音量 這樣才滿方便的 這是一個滿有趣的點子 你覺得還滿有趣的對不對 對 我覺得滿有趣的點子 好 我們趕快來看 今天第一個話題就是剛剛賀哲哲有提到的 手揮一揮 你就可以控制裡面的音量喔 甚至是可以開車窗 還滿厲害的喔 實際的示意圖帶大家來掌握一下 也就是它是透過這個深度的攝影鏡頭 再搭配一個雷射的掃描器 所以在以後你要聽音樂 你就稍微揮一揮 它的音量就會大或是小 而車窗也是手揮一揮 車窗就可以開跟關了 咸魚爸你覺得說這對你來說方便嗎 算方便啦 但是如果是開車的話 我會害怕 會害怕 但是如果是拿來作為 例如無人車的應用的話 我覺得坐在後桌乘客 可以揮一揮 就可以調音量 上一首 下一首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無人車是怎麼樣概念 因為現在已經慢慢在發展出電動車嘛 而且無人就是沒有駕駛的那種車 如果是我們在後桌 是不是也是好像也沒有辦法 跟一個空氣講話那種感覺 未來的話還可以應用在哪邊呢 我在想 Google現在已經在研發無人的駕駛 那將來也許會有無人的計程車 那假設無人計程車裡面有載乘客 他可能這方面應用就可以 因為無人嘛 你不可能跟駕駛說些什麼話 你可能可以用手勢就可以控制 好 所以也不可能對著這前面 根本沒有人啦 無人車你要怎麼跟駕駛講話 萬一我冷氣真的覺得太大 太強太弱的話 我只要稍微揮揮手 我也不用就是彎腰到前面去 還要爬到前面去幫他調嗎 也太麻煩了 不過在安全性的部分呢 賀珍珍怎麼來看 會不會說擔心 剛剛說到如果是小朋友 不小心給你揮到啦 或者是後面的人在打鬧的話 不小心有一個手勢 他這個攝影機跟這個雷射掃描器 偵測到了 那怎麼辦呢 那基本上我們 如果你有稍微去試用過 所謂那個新的一些 手勢的一些新的電視 你會發現有的時候 並不是說好像我們一揮 就會馬上可以做一些動作 或是其他的手機 他已經有一些 一些手勢 手勢偵測嘛 那所以說 剛剛所謂講的 如果小朋友 或是在前面突然揮一下 甚至我只是去旁邊 可能拿個東西 那如果他不想誤判到的話 會不會造成其他的危險呢 這就是要實際上去看說 他實際上 這些手勢能夠操作到 車子的什麼程度 那我覺得 就像我剛剛講 他只是很簡單一些周邊 不會影響到你的開車安全 所以說我倒覺得說 如果說小朋友在那邊揮來揮去 你了不起突然冷氣變強 或是廣播頻率變了 但不至於說 那還好 無傷大爺嘛 對 到無傷大爺 但不會到緊張 那時候可以危險到 你開車的安全這樣子 好 不過這科技 總是要一步一步來的 萬一你一下子 突然間整台車 都變成這種揮揮手 就可以控制的車 也蠻可怕的 因為他是想做 朝一個未來的發 未來科技車的發展 他不可能整輛車 就是丟給無人駕駛 整輛車改成 所有的電腦控制 他總是要有些 新的東西嘗試 因為總有個創新 大家才會慢慢接受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一下子改了太多 可能消費者 也沒有辦法馬上接受 而且在使用部分 真的不太習慣的話 可能用起來 也沒有這麼好用了 好 就是在這個 我們今天揮揮手 就可以控制音量 跟車窗開關的部分 接下來第二主題 要帶你來掌握的 Google跟HP他們合作 他們發表的是 Croom Book 這個是11寸的 售價竟然不到新台幣 九千元耶 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呢 嫌疑爸知道怎麼來解讀 為什麼他可以 把價格壓在一萬塊以下 我們看他的規格 其實他的規格 就是一般平板的規格 是 甚至手機現在有些規格 都比這個還好 那我們在想到 他就是運用這樣平板的規格 然後但是他有多了鍵盤 所以等於是一個平板 應該有鍵盤的平板 有鍵盤的一個平板 對 然後他的OS 又省下OS的費用 因為他直接用瀏覽器 對 那瀏覽器就可以進Gmail Calendar 或者其他的應用 好 我們把這個規格 稍微再講清楚一點 老師 帶大家來看一下 螢幕是11.6吋的 重量大概1公斤左右 解析度也還不錯 在處理器的部分 是1.7GHz 雙核心的 靜音體是2G的 而電池續航力 大約是6個小時喔 但最吸引人的 應該就是這個價格的部分 279美元 大概台幣是8200塊 就買得到了 不過嫌疑爸 我們再進一步說 因為有一個最新的資料說 它是Windows殺手耶 怎麼會這麼厲害 不就是一個平板 再結合一個鍵盤嗎 為什麼它這麼厲害 我覺得應該是國外媒體 對Windows 本來就有一些想法在 是 像例如Windows 它是一個OS 它付費的 那你現在如果用這樣子的 Google的 Chrome的 Chrome Book的話 其實它是 不用另外付OS的費用 就沒有那個系統對不對 它一打開來那個介面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 那個瀏覽器 現在Google的那個 Google的那個瀏覽器 對 那因為它 它在國外它是可以用租的 是 28塊美金嘛 它可以租到這樣一個平板 對 所以第一個它價格 可能比較便宜 再來就是它 將來的升級是沒有 沒有限制 只要Google有升 它就升都服役的 是 所以就價格部分它 非常有競爭力 那再來就是它很好用 很簡單 怎麼說很好用 因為它定位就是給一般人 你如果只是瀏覽網頁 上上網 上上Facebook 或者是一些社群的網站的話 用這樣的平板 事實上是夠用的 所以它很簡單 就是你定位在簡單使用 它很簡單使用 因為我們就算在用一般的 這個桌上型電腦 或者是筆電的時候 也就是嘛 你最常停留的不就是網頁嗎 就是那個網頁的瀏覽器 對 它只是把同樣的概念 就是稍微移植過去 而且它就是專門 對 好 那其他部分呢 它有很多的應用 因為Google其實他們研發了 非常多的軟件 軟體 在瀏覽器裡面 就是現在 現在如果到Google裡面 你點有一個地方 點下去是會有很多應用可以選 Gmail 日曆 照片 這些都有 就它把所有功能都整合在你 都放在雲端的網路上 所以它本機部分 你剛剛看的規格 它的容量只有16G 那它也強調到它不需要太大的容量 它全部都放在網路上 你要存多少也不是問題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呢 大家會好奇它會不會容易中毒 因為它是用瀏覽器的方式 它不是走執行檔 它不是Windows架構 所以基本上 一般平常的病毒是沒辦法中毒 對 然後最後一點的話 也是我們講到了嘛 Google嘛 對不對 Google跟HV 都是一些大廠商 所以大家對這個規格的部分 或是真的實際應用起來的話 你拿起來也不會覺得說 你那什麼牌子的 白牌 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看好嗎 這一款兩邊合作一起推出的新筆電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便宜 其實我覺得還滿貴的 你覺得貴 對 因為想看看嘛 這個像假設就算八千塊好 已經可以買到一個 all-in-one的小筆電了 大家去那種角度去思考的話 就會覺得說 這價格好像沒有那種便宜 但是你拿平板的角度去思考 好像它也還滿便宜的 是 所以說使用者能不能習慣用 遊覽區去編輯文件 以及做Excel去運用 我覺得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還不習慣 因為就連是我那麼重度使用網路 重度使用那些編輯器的 是 我在Google上面的編輯 說實在話的 以台灣的網路連線品質來講的話 我還真的不敢拿這台在外面用 真的喔 那是指說 因為它主軸是跑雲端嘛 對 你今天夾一個檔上去兩三Mb 實際上這在台灣是 可能有一定小小限 網路速度不太高快 對 所以說這東西雖然是看起來很便宜 大家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我們傳統使用筆電的習慣 而是要是說 如果你都已經習慣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在網路上 而且你也非常熟悉 控的它的服務的話 那你這個東西還滿可以考慮的 好 所以你可能本身 像剛剛賀珍珍說的 你要真的非常熟悉Google這一套系統 你用起來可能真的就得心應手了 對不對 對 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部分 不過下一階段我們回來呢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你有在運動嗎 在運動這部分 需要搭配什麼樣的3C科技產品呢 哪些東西是現在最夯 絕對不可以缺少到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